收到颱風影響 今天北北機是停班勤客 但是很多民眾卻是往外跑感受 好像沒有什麼覺得有颱風的感覺 想現在狀況 趕快把時間交給立剛還有鐘伯 好的 雅婷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其實北部的朋友 已經感覺到非常的開心 當然啦 感覺像賺到一天 對啊 新北跟台北都放了颱風架 而且外面只有下點雨又沒有風 我先問你 你又沒放到架 你在開心什麼 對 你好像比他們還興奮 我是有點鬱子 對啊 我就變成只有機架 不過立剛我說真的 不管今天是賺到一天 還是應該放這一天 我想先幫觀眾朋友 向你詢問一個問題 到底今天 沒問題 早上的風雨如何 好 今天早上的整個降雨狀況來說 陽明山地區達到了200多毫米 台北市大約在90左右 但是桃竹苗的山區的雨量 就比較多了 也有到達250到300 好 如果照立剛這樣子分析的話 其實今天早上 我這邊直接跟觀眾朋友講一件事情 其實昨天立剛就交代我一個任務 鐘伯 你今天早上白天 你就去所有的鬧區 巡一巡 你真的去啦 你不是交代我了嗎 我馬上就去巡 好 我現在就把我巡來的結果 跟觀眾朋友做報告 早上風雨時期就比較大嘛 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有很多人覺得 這樣的程度 好像還是可以出來雪拼一下 所以我告訴你 舊中路那邊 我早上經過的時候 那邊的車子塞滿了 幾個大賣場全部都是人滿會壞 一個外資的大賣場跟一個本土的大賣場 全部你要進停車場就要先排隊 如果你要去買了一些颱風的物資 然後結帳櫃台 你會發現結帳可能要一小時 觀眾朋友 你看看後面的畫面 電影院門口排滿的都是人 電影院我也去巡了 我直接跟觀眾朋友講 最近很厲害又很陰的那個宅的那個電影 我跟各位講 它是屬於賣座型的 內部很賣啊 你要買票嗎 先生 抱歉 只剩前兩排 我要這樣看啊 什麼 對 要這樣看啊 對不對 那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說 今天兩個市場放了個颱風架 就電影院全部爆滿 對啊 所以電影院的時候應該很開心 好啦 那如果你跟他講說 我不要那麼前面 我要正常一點的位置 那抱歉 可能要到晚上十點以後 那一般賣座的電影 大概也只不過剩大概前五排而已 十點以後 明天要上班 當然十點以後人就變少了 你講對了 好啦 扣除電影院 大賣場 還有一個就是KTV 觀眾朋友愛唱歌是不是 KTV 很多員工本來放假 被老闆緊急叫回來上班 好 那你聽完了這樣的狀況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說 那到底是該放還是不該放 我跟各位講 這個氣象的預測 你是專業 但放假不放假的標準 我很專業 根據天然災害 停止上班及上課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作業標準 出來了 你看到沒有 第四條有規定 對啊 我跟各位講 平均風力要九到十級 最大陣風要十一到十二級 台北市今天只有三到四級的陣風 市場真好啊 你講完了對不對 講完了 你幫我唸完了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北北基市 不論山區或平地 只要預估未來24小時內 雨量可達350毫米 就可以放假 所以如果以北北基的標準來看 它是達到放假的標準 你說可是是山區雨量多 平地沒那麼多 好 那也許這個是您的專業 可以讓大家覺得說 這裡面好像有一點灰色地帶對不對 不過你看看這影片上面 其實有些馬路還是有積水的狀況 所以當然啦 我們這樣講 就北北基符合標準啦 一句話啦 但是啊 有兩個縣被民眾罵翻了 該放不放 不該放也有放 怎麼說呢 第一個就是桃園縣 因為桃園縣 他們上午是要上班上課 應該這樣講 桃園縣一開始是說 就是要上班上課啦 那已經很明確啦 好 結果家長就發現 哇 風雨其實還蠻大的喔 結果呢 就冒著風雨 然後呢 趕啦趕啦 塞車 又塞車啊對不對 然後呢 雨傘又會飄飄亂飄啊 然後把自己的小孩送去什麼 安親班啊 幼稚園啊 公託中心啊等等 然後結果滿身風雨呢 又要趕快去上班 到了辦公室了 還沒 還沒 還沒到辦公室 還不到辦公室 因為早上八點半 突然台原縣政府說 下午停止上班上課 那你突然說停止下午停止上班上課 簡單我到了辦公室 把鞋子擦乾淨 衣服擦乾了 我剛好就下班了 泥土拍一拍 結果準備要去接小孩 結果小孩就跟媽講 媽 我中午就下班 可是呢 媽媽要跟小孩講 可是我中午不一定能夠到達 老闆 老闆 我可以提早離開 一團混亂啦 觀眾朋友 那早智不要停 晚上風雨都小了 不就一切沒事了嗎 好啦 結果咧 上班的也沒上到什麼班 然後呢 上課的也沒上到什麼課 倒是什麼 上車很多 上樓梯很多 樓梯上上下下 不是接的就是送人 好 另外一個面罵班是什麼呢 宜蘭縣 宜蘭縣 李宗賢在前一天 好像很體恤民眾 我今天看到新聞啦 這個宜蘭的童晚節 還很多人跑到那邊去玩 天氣還不錯 甚至陽光還從雲縫中露臉耶 我跟你講 李宗賢事物很體恤民眾 就想 好 今天大家都不用上課 可是呢 上午要上班 大家都不用上課 小孩子說 哇 好棒 但父母就不傻啦 因為我上午要上班 那我小孩誰照顧啊 對啊 你會說不會啊 你可以放去安親又安班啊 公托中心啊 育幼院啊對不對 他們也放假啊 那糟了 小孩沒地方丟了 有外公有外婆 還是有公公有婆婆的 也不一定能照顧啊 公婆全部都在中南部看你怎麼辦啊 結果咧 父母就罵說那我小孩誰照顧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喔 放假的標準呢 該放也不是 不該放也不是 民眾的認為是什麼 就是上班上課要一致啦 要嘛停班停課也要一致啦 對啊 上班上課要一致 停班停課也要一致 但是最重要依據的標準是風力 但今天的放假有沒有風力的標準 沒有耶 沒有風力的標準 就這樣放了假 大家過了愉快的一天了 在現場呢 更多的新聞交給雅婷了